hello大家好,我是River 藍色监狱动画终于来到第一次选拔中最精彩的一战 主角所在的Z队对上五号大楼里最强无败的V队 而今天的影片想要在第九集播出之前 聊聊V队三剧头的一些基本资料、设定还有能力 我会尽量以不提及动画后续剧情的方式来讲述 但是会提到各名角色的武器 以及外传漫画、紫外传的内容 如果你能够接受再继续看下去 这部外传的主角就是V队的紫和凌王 时间线则是发生在他们进入藍色监狱之前 到进入监狱后第一场对战歪队的比赛 接着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V队的三剧头就是由五号大楼里排名最高的三位选手所组成 包括剑城斩铁、绿颖凌王以及紫城士郎 他们三人在第一次选拔的前三场比赛里 总共踢进了18分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得分数 就是说这里的守门员都不是专责的 几乎形同虚设 但要平均每一场都踢进6球还是很不容易的 其中凌王跟紫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因为他们在进入藍色监狱之前 就是同一所高中的同学 他们就读的学校叫做白宝高中 是一所拥有超高升学历的学霸学校 先来聊聊玉影凌王 他的身高为185公分 是总资产高达7058亿的玉影集团的少爷 从小就被父母寄予厚望 兼负责继承老爸事业的使命 但各项能力都很出众的凌王 所以能够轻易得到的事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他想要得到的 是具有挑战性且独一无二的宝物 和象征着胜利与荣耀的足球世界杯冠军 就成为了他可求的东西 虽然在高中以前从未接触过足球 但接受精英教育的凌王 从小就培养出了非常杰出的运动能力 不仅如此 在下定决心要赢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他就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在练习足球上 先天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 让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成为了一名超越一般高中生水平的足球选手 凌王是一位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头脑派球员 说他是五号大楼里最聪明的选手也不为过 基本上只要看过对手过去的比赛影片 他就能够分析出对方的球风 并制定出能够与之对应的战术 凌王人生中第一场足球比赛 是按全国常客 亲身拉拉田高中的练习赛 尽管白宝在体能、身材与经验方面 有着压倒性的不利 但靠着凌王的策略 很快就破解了敌方的进攻阵型 随后转手围攻 最终战胜了对方 而在蓝色监狱的鬼抓人测验时 不用等会心解释 凌王靠着自身敏锐的观察力 很快就注意到这项测验的目的 以及背后的巧思 包括场地的大小是模拟足球的禁区 以及136秒的规则 是根据一名选手在场比赛里 平均可以触球的时间等等 我相信在300人之中 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靠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而除了头脑之外 凌王还有项武器 就是全能的球技 无论是在盘球、传球还是射门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悠久 是十打十的六边形战士 首先是盘球 在和全国常客轻身拉拉田打练习赛的时候 有一球面对敌方前后两人的包夹 凌王不及不许的一个角策跟插球后 回旋转身直接过掉了对方 而在蓝色监狱第一次选拔对战二子所在的外队时 因为这次双方第一次在监狱里进行正式的比赛 情况和自己对低场打麻狼队的时候一样 大家都只想着要靠自己得分 不分敌果地抢成一团 然而在这样的乱战之中 凌王却可以用咸云流水的盘球技术连续过掉好几个人 他在这方面的技巧一点也不会输给风热或是马狼 在进攻方面 B队是以8-0很少歪队 而这8颗进球中的其中3球就是由凌王所提进的 他的射门虽然不像马狼或是国神能阳威力十足 但却是非常精准且充满着计算 诡抓人测验时 为了将四处逃窜的人给集中起来以方便瞄准 他先是故意把球给踢在墙上 靠着反弹将众人给引导到了角落之后 再抓准回弹回来的球 一几零攻抽射直接砸在了其中一人的脸上 传球就更不用说 凌王的传球基本上就是队伍进攻的起点 而分王子在前三场比赛之所以可以拿到7分 就是因为有凌王掐到好处的传球 而在动画的第八集最后 凌王就传了一记带有上选的超远距离长传给前方的子 这球表面上像是踢过头的大爆传 但实际上却是考量过接球员的能力而传出去的妙传 球最后也漂亮的落在了子能够跳起来停球的位置上 聊完的凌王接下来就来谈谈他的搭档 外表裤子长大后的奇亚的子程四郎 子的身高有190公分 但由于经常驼背 会让人产生他的身高好像没有那么高的错觉 但凌王不同 子过去几乎没有运动的习惯 他非常怕麻烦也很怕累 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摊在一旁打手游 然而他却是一位超级天才 天生就有超乎常人的球感以及身体协调性 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训练 就知道要怎么接触传过来的球 并把球给踢进球门 现阶段的子拥有两项武器 充满创造力的完美停球 以及在停球后无缝射门的技巧 补充说明一下 只是一位左右开弓的球员 也就是无论是用左脚还是右脚都可以进行停球 也都能踢出强而有力且带有准度的射门 那有些人不了解 这边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停球 所谓的停球 就是将原本正在移动的球 停止于自身可以控制范围内的一种技术 是足球四大基本功 传停代射的其中一项 带着我们南街的传球 只要飞到身体能够碰触到的地方 只就有办法做出完美的停球 而除了最基本的用脚停球之外 他还会根据战况的不同 使用胸部、背部 甚至是脚后跟等让人影响不到的方式来停球 而此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他可以在停球之后 无缝做出射门的动作 以第八级的那一球为例 面对凌王又炫又快的传球 只先是起跳后 用右脚将球给漂亮的停下来 接着落地后再顺势用左脚 直接把球给踢进球门得分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合成 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 让Z队的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只能认在原地赞叹对方是一位怪物 尽管这一球已经包含了各种超高难度的动作 但对于子这名球员来说 这球只能算是小学生等级 他还能做出更夸张、更不科学的停球后直接射门 这部分就留给大家在未来的故事中稀稀品味 之所以会说子的停球充满创造力 是因为他过去没有受过正规的足球训练 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感觉在踢球 所以不受基本动作框架的限制 也就是因为这样 子的动作千变万化、难以预测 这种球员是很可怕、很难防守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攻球门 接着 V队的最后一位三巨头 就是那个上一秒说吃别人剩下的牛排好像笨蛋 却在下一秒吃着津津有味的男人 剑层斩铁 他的身高有188公分 不得不说V队三巨头每个都是高个子 三个人的平均身高居然高达187.7公分 蚕铁和国神一样都是左撇子 他最擅长的进球模式 是从球门右侧踢出的中距离锐角射门 虽然射程不像国神可以达28公尺 但蚕铁可以靠他特有的武器 轻易的进入到自身的射程范围里面 而他的武器就是爆炸性的瞬间加速 这点和速度女王千切有点像 但本质上还是有些许的不同 我在聊千切的那集影片里有提到 球员行进时的速度越快 但要控制好球的难度也就会越高 不过展铁拥有与之速度相称的盘球技巧 在鬼抓人测验的时候 展铁就凭借着他今年的速度 以及高超的盘球 在人群中快速传说 完全没有人能够跟上他的动作 不论个人得分能力 展铁肯定能排进5号大楼的前5名 不过 尽管他拥有非常出色的速度与球技 但脑袋却有点不太灵光 甚至已经是到了蠢的境界 在刚进到蓝色监狱的时候 直接把主办单位发的紧身衣给穿翻 坦白说这我勉强还可以接受 毕竟有时穿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本来就有可能会穿错 但在玩鬼抓人的时候 直接把规则给搞错就实在有点离谱了 慧姬明明就很明确的说 被球踢中的人就是鬼 而游戏时间结束的最后一瞬间 还是鬼的人就会被淘汰 结果展铁误以为是抢到球的人获得胜利 在游戏开始后不久 就直接冲出去把鬼的球给抢过来 抢到之后还一点以为自己赢得的蠢样 殊不知自己完全搞错了规则 以这样的智商 要是哪天他把球给踢进自己家的球门 我也不会觉得很意外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各位最喜欢V队的哪一位球员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用让我帮下喜欢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按赞追踪我的粉丝专页 或是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小而支持我创作出更多影片 我是River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